这一碗清香黄酒猪肉粉,配料非常丰富,有肉碎,肉丸,还有肉片,肠肝,鸡蛋,黄酒,狭化,加上一碗干烙赖粉和香脆可口的猪油渣,吃起来真的另有一番风味,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。 在三千多年前,中国人就独创酒取素式化酵法,开始量造黄酒,与酵母气种质量确定酒制,原料用糯米、树米为原料,一般酒精含量为14-20%,属于低度量造酒,黄酒的营养非常丰富,也有21种氨基酸和多种位置氨基酸, 而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必须依赖室物实体的8种BCE氨基酸,黄酒都具备,所以被称为一体蛋糕。